第五十四届电视金钟奖三十日晚间在台北举办 资深演员刘德凯·柯淑琴一票之差击败呼声极高的吴康人杨成林获得失地后 形成老将完胜新秀局面 刘德凯表示会继续在台湾做好看的戏演好看的戏 报答评审对我的偏爱 柯淑琴则感谢自己 柯淑琴谢谢你爱我 六十四岁的刘德凯这次在这些年那些事饰演外神老兵拿下失地 这是他从影四十年第一个演技奖项 刘志祥入行二十四年首度获得金钟肯定 与搭档凯乐仪娱乐百分百拿下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刘志祥说 今年是我出道二十四年 感谢瓜哥教我怎样主持 感谢献哥教我如何让开场就让观众笑 他也感谢曾参与娱乐百分百的主持区们 直呼 我还没醒过来还很激动 凯乐则哽咽感谢罗志祥 你是全宇宙最好的老板 凯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